好 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 引爆全球的出游风潮 造成了新飞机短缺 更是带动周边的业务成长 像这一间飞机维修公司 位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公司执行长透露订单暴声 很多客户都是提早一年下单 目前预约已经是排到2025年 排队动线一路转弯 人潮汹涌看不到尽头 后疫情时代观光业复苏 引爆全球出游风潮 造成新飞机短缺 更带动周边业务 让维修订单暴增 工作人员拿着探照灯 整个人钻进飞机内部仔细检查 这间飞机维修公司 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 执行长透露 很多客户都提早一年下单 目前预约已经排到2025年 疫情肆虐重创航空业 许多航线接连关闭 如今走出新冠阴霾 但飞机供应链尚未恢复 加上人力成本激增 导致需求远高于供给 未来业绩将持续看好 维修公司成立于2020年 同时也经营联航亚洲航空 挺过严峻的疫情时代 去年营收大幅成长到 1.2亿美元 预计明年在吉隆坡 国际机场附近开辟新点 到时候将会成为 马来西亚最大的 维修工厂 确定此编译